大家好,我是回力证券交易员郑婉宁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董事兼资本管理投资经理黄伟杰先生 来给我们分享本周美股、A股和港股的走势回顾 分析一下现在重大的事件影响因素和预测 未来一周股市和市场的走势情况 婉宁你好,大家好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港股是恒生指数从上19000点 不过接近19500点就遇到一定的阻力 一直没能突破19500点 那整个星期大概都是维持在19000到19400多点的 不到500点尺的幅度内财富的波动 港股这个星期总是回稳了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先前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有了一个结果避过了债务违约的风险 所以为股市带来利好 另一方面就是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显示6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率上升 也对股市带来一定的支持 不过中国的经济数据显示 经济增长动力的继续的减弱 所以也限制了港股的上升空间 另外我们也留意到这个星期港股的成交额在进一步的萎缩 最近几天的港股的总成交额都只有800多亿 反映大部分投资者都是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 不是很有入室的意愿 其中一个因素也是要观望下个星期 美国联储局升息的结果 以息的确定数是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刚刚师傅有提到 在腾生指数的19,350点会遇到一些阻力 如果腾生指数近期上升的话 刚刚也提到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那想问一下在这个期间水平的徘徊呢 股价在这水平徘徊没有明显的突破 请问一下黄师傅对腾生指数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未来大家从这个星期 那个港股的上升缺乏上升动力去看呢 它基本上是没有太负面的消息 所以回稳恒生指数从上19,000点 但是也缺乏重大的利好的因素去推动大盘进一步的上升 能够突破19,500点的阻力 所以呢下星期呢我们要留意就是 或者是未来要留意会不会有一些预见不到的负面因素 会对港股带来那个估售 如果在技术上看 恒生指数如果失守19,000点的话 那要可能是第一个转弱的信号 第二个要留意的支持位就是18,500点 如果跌破18,500点呢 就小心那个走势进一步转弱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都看到内地5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呢 按年上升了0.2% 然后但是呢也是低于一个预期的 而我们的工业生产指数呢 PPI按年下跌了4.6% 然后连在8个月内下跌幅是大于预期的 那这个市场就很担忧内地的经济的同时呢 也希望政府推出一些更多刺激经济的政策 然而政府呢也在近年 就是近期呢也推出了一个政策来刺激市民的消费 例如今天内地当局就推出了一个绿色智能家电 和一系列的汽车促销活动 想问一下黄师傅对这类的政策有什么看法 相关的板块还有炒作的空间吗 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通胀数据 虽然5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CPI上升0.2% 那个按年的升幅比4月份0.1%呢有所上升 但是呢还是低于市场本来预期的0.3%的升幅 另外呢那个PPI工业出厂者价格按年下跌4.6%是高于那个跌幅 是大于市场预期的4.3%的跌幅 而且也创了自2016年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反映市场一直比较关注就是 会不会出现那个工业价格通缩的那个情况 而且也担心现在虽然CPI还是正数 但是那个PPI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传到那个通缩的影响传到到CPI方面去 那对消费者的影响一个通缩的环境呢一般来说呢 消费者呢会比较不愿意去消费 因为你今天的购买力因为有通缩的关系 今天的物价可能比明天的物价比今天更便宜 因为通缩的影响 后天的物价又比明天的更便宜 所以消费者可能就会把那个消费 投资的那个抑郁就压后 这个是对消费不太容易的 对于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那个对像刚才你提到那个绿色家电 那个刺激的消费的措施 可能对整体拉动经济的影响会有限 因为过去是可能十年前 家电下乡还有汽车下乡 那些政策会起到比较大的 拉动经济的作用 因为那个时候家电 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那个保有量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汽车的保有量也是 还是很低的水平 但是经过了十几年 现在中国那个家电的保有量 还有汽车的保有量 已经去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不是说你有刺激 但是补贴刺激的政策 就可以刺激很多大量的消费者去购买家电 或者是汽车 因为可能现在还在用的 还没有坏掉 还不需要去换新的 所以那个刺激的作用 我觉得是会比以前来说 来的有所减弱的 好 那我们还聊到 现在内地五大国有银行 再多下调它的利率 然后而且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美元的定期存款利率 也包括在其中 那想问黄师傅 对银行再下调存款利率有什么看法 会对内地的经济起到正面的作用吗 国有银行近期公布 把不同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 其中两年期的存款利率 就下调十个基点 三年期跟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 都同样下调十五个基点 我觉得这个下调的动作 就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进来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 不断的还是比较高 因为你付 存款利率是你付出去的利率 你付给存户的利息 如果越高 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就会越高 所以这会导致银行的西差 带来一定的压力 所以从银行的经营 绝度还有缓减西差的压力 这方面银行是有下调传款利率的原因 而且因为经济整体放慢了 所以很多银行为了要争取贷款 因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是利息收入 你必须要有贷款需求 才会推动利息收入的增长 所以银行过去一段时间为了争取利息的收入 在贷款利率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调 去吸引客户去跟他们做贷款 所以贷款利率下调了 存款利率一直高起 就导致利息差带来一定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下调存款利率 会是可以帮助银行降低他们的稀差的压力 另一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的居民的储出率是偏高的 因为房不敢买 房市还是比较不稳定 投资者不敢去买房 也不敢去投资股票 所以最安全的投资方法就是把钱存放在银行 都有大概三厘的这样的利率的利息的回报 但是这对经济是不太好的 因为资金都放在存款不去投资 企业方面也会影响他们的流动性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下调 存款利率是有这两方面的原因的考虑 而对银行来说呢 大体上的影响是正面的 市场估计呢 这一次下调 刚才提到两年期的定期 存款利率下调十个基点 另外三年期跟五年期的存款利率下调 15个基点可以为银行大约 节省1200亿元人民币的利息的成本 另外呢 那个CX可以提高大概三个基点 然后对银行整体的盈利 可以拉动有大概3% 三个百分点的扩大 好 那昨日呢 我们看到蓝球股周大福呢 也公布了2023年的财报业绩 那股东营占益力呢 下跌大约20% 不过呢 最新的4月到5月的经营数据 就有亮点的 包括港澳门店同售 比上升了大约61% 而内地的门店销售呢 也上升了17% 那再加上派的末期利息 特别C和共1亿元 使股价呢 上升超过了8% 那想问一下 黄师傅对这次的 周大福业绩有什么看法呢 黄金周似乎对这类本地的消费股 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近期这板块的股价偏弱 是不是又还有炒作的空间 首先呢 我们看到周大福呢 去年的 它是接到今年3月底的 全年度的业绩 那个营业额方面呢 是有所增 营业额也有下跌 这个轻微的下跌 近3年度它的总体营 营业额是946亿港元 比2022年度的989亿元轻微的下跌 另外呢 股东应战毅力也刚才你提到了 下降了 从上一个年度 67亿1000万 减少到53亿8千万 其实在过去一个年度 它是不断在开店的 接到今年3月31号 周大福呢 在中国内地的门店、零售店呢 一共有7269家 比前一个就是2022年3月31日呢 增加了1631家 那个增幅是13.1% 所以营业额你开多了店 应该理论上你的营业额 应该进一步的增加 但是我们看到去年 这个上一个年度 它的营业额比22年度呢 还是有一个单位数的下降 这是因为呢 它的那个铜电销售 其实是下降了 去年的铜电销售 现在希望呢 就是在那个防疫的政策放松以后 开始那个 它的零售表现会继续的改善 因为对周大福来讲呢 中国大陆的业务在零售额方面呢 占了它的86%的比重 所以看香港跟澳门呢 只占大概14%左右 13%到14% 所以尽管香港和澳门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大陆 中国大陆的那个销售 没有明显的改善的话呢 对整体的业绩方面呢 也帮助不大 所以结合晋级我们看到 刚才提到就是那个通缩的风险正在增加 还有整体经济浮复苏的力度有所减弱 所以比较担心未来那个消费方面呢 可能会有所减弱 对周大福和其他的那些做黄金珠宝零售的公司 也会影响他们将来的业绩 今天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整体还是上升 不过市场的看法是 因为它顺步派发了一个特别的股息 还有就是4月份到5月份 这两个月的这个销售表现还算平稳 所以才今天股价有一定的升幅 好 非常感谢黄师傅对我们这一周报的分享 好 今天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 恭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今天也谢谢我的新派档晚银 跟我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做这个周末报 谢谢 jwag jwag p